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肖慧文 台湾伊甸盲人喜乐合唱团 近期抵达洛杉矶 在宣传海外巡演的同时 也拜会了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朱文祥 他并且在现场献声 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台湾伊甸盲人喜乐合唱团 7月中抵达洛杉矶 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演唱活动 今日赶赴朱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拜访处长朱文祥 并且带来了原住民的歌曲 以及Amazing Grace等三首歌曲 引来了热烈的掌声 喜乐合唱团 四位团员都有视觉障碍 并且都是原住民 团员都热爱音乐 为了让世界各地认识和了解 伊甸基金会服务社会的境况 合唱团每年都计划到海外巡演 表达对身心障碍者的关怀 借由歌声让台湾同胞们认识 宣伪巧报 在海外的交流演出 从1985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 我们已经去过超过50个国家 甚至曾经有非洲的侨胞邀我们去 还有一些教会 事实上我们喜乐合唱团的团员 不会因为说非洲的地方不方便 就不敢去 所以我们那一次连续去两年 也带给当地的教会跟侨胞有很大的回响 因为他看到我们去拥抱当地的黑人 那些侍葬者 我们送他们盲葬 然后我们鼓励他们 甚至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到柬埔寨 也是对当地的台商 也给他们很多的帮助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大概将近25年前去的时候 他们那边还有一点内战 所以那边有时候还可以在隔壁街听到枪声 可是对盲人来说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什么都不怕 因为我们不管在哪里 因为我相信我们是用生命来唱歌 我们是生命来拥抱每一个灵魂 那透过我们这些四张盲包们所传递的讯息 就是一种正面的能量 鼓励大家力争上游 然后突破先天的障碍 另外也希望说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变成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模式 喜乐合唱团成立于1985年 他们用歌声 才艺和欢笑告诉世人们 即使在看不见的时候 仍有光 有爱和有歌 热爱歌唱的他们 希望用歌曲传递正能量 到海外透过音乐 宣教 木款等方式 分享试掌者事工 三十多年来 他们在台湾和海外的巡演演唱 就有超过数千场 他们唱出了上帝所赐的美妙歌声 鼓励安慰许多心灵受伤和身体残缺的人们 不仅推动了万丈光芒助盲包的行动 并且募集盲人辅助基金 购置盲帐 电脑语音功能 以及其他盲用设备 有关伊点盲人喜乐合唱团的详情 您可以登陆脸书专页进行了解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